回到来继续研究美场赛事 第九场就三班1650米的赛事 那今场就潘顿跑超好日子 之前都是他赢过马的了 那麦雷拉就跑贯宝区 那看回这一场赛事呢 那升班钢班马舞的 那打黄牌马两只 马尔代夫和七路行云流水 那今场赛事是不是真是 全民皆知赤马洪峰一队前面走 还是再有其他马走 那都没什么特别 这两只马它不会很快的 传民皆知你跑1600米 不同于1800米的 你不要计算 但它还是可以快的 但是不方很快 还有赛马洪峰它也是 它不会跟你搶到乱闹闹的 总之两只马都在前面的 这个一定是没错的 事事顺意 三档它或者都会跟得前一些 都是对的 灌宝区也不会很落后 这个四档 因为这场马它不会太快 所以这些它老虎都不会吃虚的 这些骑士 你看它的作风 很多就比较厚一点 马尔代夫 二档都是守着五六位这样 最理想的 有些马就倾向落后一点 我说都对了 那这只保然德德呢 之前试过慢步速跟前回来跑得好 应该有在包尾 这只马十档又没那么好跑 十档没那么好跑的 马的状态就来得很好 但是排位和这只马的能力 都是要想一想 真的要观察一下 这场马 我觉得四平八稳的马 都是莫雷拉选的那只 宽宝区 虽然它最近没有摸过那只马 我有点担心的 莫雷拉之前很少说没有斗过 没有操过 没有骑过那些马 它赢的 但是现在最近都不是 最近都有天池乖俠 有这只又响其成 它赛前都没有摸过 它都一样去尽力跑 结果都赢到了 当然摸一下就熟了一点 这只冠宝区很容易跑的 马仔细细 我觉得它跑这只马 应该会更加合适的 那看下这只马 如何跑吧 我先看它 季初的时候 跑第二 当时田泰安跑 他就跟在前面 刚才外面那只 现在刀灵红星的粉红衣服 但是同场对手都坚 后面还有一只欢欣复星 就是说这只马 放到这么前都可以 以前大家都是流口之一段 原来现在 回到来紧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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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啤酒员那里 拖了个大弯 前面赤马 雄风 莫雷拉 连达文 连达文 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拿位 我真的怕了他 始终都是仿港骑士 那些取位 没那么熟 但他持续有势 扑上来 他不是不熟 这都来惯了 拿这个位真的拿命 可能隔了太久 没来 蔡佛福在苏嘉丽跟他跳 跳过觉得怎么样 基哥 没问题 一只马 维持得很稳定 很稳定 苗里德这只马 可以说保养得很好 起码拖下又回下 拖下又回下 整天都保持到这么好状态 又跟得又斗得 今次真的恨赢 他没有恨赢就请雷神 不道理 这个最佳拍档 可以说 所以斗志又不用担心 排个五好位 都应该值值重视 可以说 对手方面 要留意一下这只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今次找霍仔骑 又有个数据 Alex 霍宏星潘顿之前受了伤 和赫言都合作了多些 合作了八次 一压四个第三 三次落地 虽然未赢 但是整体的上名率都超过六成 今次骑着马尔代夫二档打黄牌 几个你也有选择他 这只马尔代夫 大家都知道他是好东西 不断进步中 不过呢 拼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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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上一次就跑上去重发 那 回来可能休息的时间长了 五十多天没有跑呢 就是马上一次跑得不漂亮 不沙 在后面不怕的那只马一沙 有状态 因为他够健康的时候 他追你很多 可以 看他怎么跑 之前在田草 不是一样留在后面 扔出大恶当 潘顿跑 他都追很多 尾三入直路的 前面劲力十足 那些掌控着的步速 都打算越走越远 你看潘顿现在都 都轻轻拍一边而已 马林中间上来的那只 大家都觉得它是 今季四岁下列赛的 增胜要角 那是起预保 但是这只马尔代夫 都持续有追上来的 现在这只马 就是越来越成熟了 直路上的走规 都是倾向稳定的 他留到后来跑 他都可以追很多的 好了 上一次输了 跑完回来 这次不回上重发了 你看看这只马 跑完一场 又变得漂亮了 上一次输了一点 所以在重发那个 闸都做不了 是要跑一场的马 马大鱼的 你看看它 那些脚法 很漂亮的脚法 那些马套得很漂亮 这些宝质 你看看它 这次排的二档 好跑 跑马地1650 排到这些档位已经是 不一定赢 都已经是 好处了很多的了 大家都知道 这个 这两个 这两个人就很好跑的 这马应该 所以值得重视的马 还有一只马 进步你不信的 跑一下它又进步 跑一下又进步 但是今季赢得你不信 真的没有它扶 就是那些超好日子 看一看这马怎么跑 那这只超好日子 转迈跑法 这场换了巴道 直接缩到包尾 转完弯 准备和大家去啤酒园握手 但是它一折 反应就相当好 是压赢了里面 再出都能够赢马的旋风飞影 和里面黄衫的聪明导弹 越冲就越劲了 这些马就很有趣 随着进度 有时跑法是会改的 要连马才要适应这些东西 这些马很厉害 长期都维持到这么好状态 你看它之后都走过爽到 22个这段拉斯 轻轻一动它 反应得来得很快 好了 潘顿又骑回这些马 以前它试过骑过 你也知道了 在田草帮它赢啊 潘顿 以前骑的时候 那些马倾向放在前面 以为它是一只均速马 那次打算没什么快马 连马才叫它 慢慢地在前面走 谁知道它看空了 比较快过头 潘顿也会这样错 有时也没办法 坐起来 好了 想想这些马不是了 放在前面走不好的效果 所以倾向就留着来跑 越流就越后 然后弄个巴道 还狼 还你塞到包尾 不要紧 所以这些马有时 次一时比一时 跑法都会变 不是说一本通书看得老的 今次用回潘顿骑 都不会放在前面 你跑开后面 这么重磅 但是这马现在 这个状态维持得这么好 虽然加了这么多分 背得这么重磅 但是有一哥骑 都要回它 当然是 还有这马 这场马 因为我们计算过的数据 真的快的马不多 变成全民佳资 和赤马洪峰在前面 老实说 跑这个路程 当然是赤马洪峰稳定一点 算数据都是 所以今次 我们要回去赤马洪峰 看看这马近期的状态又如何 他都上了去重磅 就跳回货和夫列马斯 亲自和他跳 近着外南那一只 他都拼得不少了 所以有时都要回去重磅 让他换一下环境 那马是不同的 这马其实就很稳定 很耐心 整天都觉得他 现在年纪越来越大 早上好像快慢游人 任理那样都不用力 他都不需要用力 田泰安的姜绳 分了下来沙田的粗 都不觉得他斗口 没什么的 可以按到30秒 可以按慢的 现在是这样的 没有关系的 跟状态是稳定的 所以今次他一走走在前面 没什么快马的时候 他扯放扯留回来这么轻绑 他会接近 所以变成我们两手来到准备 没有什么捕捉 那我们就逛回一只 起码就这么说了 当然 值得可以考虑一下 那还有一只 我觉得这次好档 就是何宅耀的坐骑三档 时时信 他之前试过跟前的跑 都跑得不错 这次刚才 基哥你刚才都说过 他有机会放回前一点 那这只会不会是有机会 拍着罐宝区 就没断一起冲 那只 马的样子很漂亮 样子很漂亮 我都看过了 外地怎么跑 但是这次有一样东西 小小 硬着一下 他就是没有拍跳 还有他缺了货 应该跳 股权的马都很少缺货 他有个 他自己的模式 总之的操练 他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马今次就是这样 没有拍 没有拍都差一点的 就是 差了这些五分钟 所以这次 虽然好位 路程都是叫对 但是我就有少少这个阴影 在这里 就是操练上面有些沙石 就不算说很完整 就 这里要大家就要再自己细心 就延待一下了 那去到美场赛事 基哥我们会不会又是选 莫雷拉做胆呢 当然了 选莫雷拉 冠保区就演出这么稳定 好 那继续选莫雷拉 冠保区六号做胆 配搭选二号马尔代夫 一号超好日子 和十一号赤马洪峰 连赢位 位置Q共六注 明晚潘顿复出 谁赢得多 当然要找他和雷神 先对对吧 不过现在一二哥 位置就调转了 潘顿要追 先看头场 莫雷拉 睡眠攻略 潘顿是红富之王 不是选择了这一线马 睡眠攻略又赢了 又有韩力根据 红富之王也很稳定 这马呢 我看这场马有得跑 两个都选择了 当然要 红富之王这次是增情 睡眠攻略就高百身马房 第二场莫雷拉就日日靓 潘顿劍在九天 日日靓 跟莫雷拉当然不用说了 怎么合拍 马又来回了 所以这次又骑回他了 还要减了很多分 劍在九天 这只马又跟得又斗得 这个位置都可以接受 我看两只马也是在 赢得的 两只都选择了 去到第三场了 晋着士 继续方家拍莫雷拉 潘顿就跑上次一出即胜的风雷电 晋着士 莫雷拉骑真的比较好 不到你不服 我看他都在 还有日日一落班就立刻拿回来 风雷电就等一等出来 等着潘顿那只马好像是 陆档 这只马高一点 好像赢得多一点 两只都要 不过就 不过就四号似乎称高一点 去到第四场了 潘顿 顺义宝 莫雷拉当家信心 有没有信心 我两只马称都是称高 顺义宝多一点 这只马老而离坚 当家信心就怕质素差一点 排位又不是很特别 我们只选潘顿 顺义宝 好 第五场 莫雷拉专一 潘顿又胜利波幅 他们两个交换做骑 真的 不 其实潘顿比胜利波幅 不过就 结果就 现在才骑 专一 你知道这只马 叶索很想交代 出到雷神 要看这只马 肯定要 怎样有分的 那只马 不是很聪明的 说真的 聪明就赢了 这只胜利波幅 我真的觉得他1800好过1600 看看一哥怎样发挥 潘顿 我觉得这场马 只是选一只尊一只 好 你只选雷神 第六场就潘顿偷偷 雷神就骑进天使 进天使我们拿胆 是啊 这只马 一种之喜喜喜一顺利 咬着个好位 这只马可以打开胜利之门 第七场潘顿又继续偷偷 莫雷拉跑旗保 上次也差一点赢了 这只马这次热度是救命 不过热还热 赢面也是相当高的 美马来的 这次的位置也不错 对手没什么特别 对着这样的马也不交代 我又不信 那都是要称高的了 莫雷拉又不肯放手 好 到第八场 潘顿天火同仁 莫雷拉跑大码马胡椒君曹 天火同仁排个好位落班 而且潘顿其实需要用重绑 但是他现在这段肥肥肥子 好像未必最好 那就好 还加少一点死绑 所以帮到他的档位 应该有分的马来的 可能赢得的 金字母声耀王者了吧 那这只胡椒君曹 虽然是快马 正宗快马 但是这场马也有其他快马 是不是杀得起来呢 就算硬杀得起来 能否捂得到落尾呢 这马质素一样的 我觉得 虽然他经常帮徐雨石赢马 但是这只马我觉得 不是很靠得住 那我们只选潘顿天火同仁 去到尾场 灌步区超好日子 我们一队都有选的 是啊 当然了 灌步区已经讲了很多 比较喜欢一点 超好日子 有潘顿骑 他的楼放也不会差到巴巴 还有胜在死绑少一点 莫雷拉 我们选多了一只的 就七只 潘顿就六只 虽然潘顿跑少一点 大基哥 那都是谁称高一点呢 虽然雷神今次有对手 但是好像都是称他高一点 莫雷拉我们就觉得他称高一点 那明晚赛事 那大家最期待的时间就到了 那基哥 这一句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潘顿相遇复出 雷神不再孤独了 不是独孤求败 是吧 那还有呢 防疫就必须果粟 大家也知道的了 祝不出户 所以马祥都不能去 所以齐心 顾全大局 那明晚错事 基哥都有提过的了 大家就 因为防疫的现在问题 大家就安坐家中看电视了 大家就早点担定的凳子 牙头位 六点九头场就开跑了 那明天希望大家 虽然马祥不是很张登杰彩 但是呢 明天仍然是有很精彩的赛事的 那今天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 明天有马跑再见 拜拜